关注焦点还是在疫情 虽然目前双北情况最严峻 不过台湾已经是一日生活圈 其他各县市也不能轻忽 高雄今天就展开了大消毒 我们连线给记者何一席 好的可以看到高雄市环保局的人员 今天一早就来到高姐的 延城补占2号出口来进行喷药消毒 可以看得到高雄市 其实今天一早就艳阳高照 所以说这些清洁人员 包得密不通风 在大太阳底下工作相当的辛苦 不过这个地方由于 在捷运站一出口 距离附近就是博尔特区 相当重要的景点 走路大概只要500公尺 而另外附近还有 包括高雄市的旧学家商圈 以及许多传统美食的据点 都在这附近 因此不管是平常日 高雄人要吃美食 或者是假日外地游客前来 都经常会使用到这个消毒 使用到这个捷运站 因此这个环保局 也特地锁定了这个区域 而事实上高雄市 在一早展开打消毒 其实已经连续好几天 以分区 而且是重要的公共场所为据点 而今天其实除了延城补占 锁定的就在古山 以及延城地区 包括附近的分局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国中 以及展览馆 都是他们消毒的重点 而且以每半个小时 一个据点之后 另外半个小时 就要立刻换点 再来进行处理 不过可以看得到 原本环保局预定 是从9点就要开始工作 不过他们事实上8点多 就提早到这里作业 因为高雄市这几天 出现好几名的确诊个案 原本他们都是一早 就安排了许多既定的消毒行程 不过就在这几天 陆续出现了确诊个案 以及相关的足迹之后 他们在途中 也就是大概在 接近中午或者是下午的时候 还有许多临时性的行程 也看得出来 他们相当的辛苦 主播 好 这是在高雄市的状况 而现在画面上您看到 是在新北 说今天要增设社区筛检站 我们连线给记者洪俊伟 主播记者目前所在位置 在新北的板桥筛检站 昨天新增的本土个案当中 新北市增加了106例 是最多的一个地方 其中又以中和增加了33例最多 不过目前在新北市 政府所设置的这个社区 在检站只有在板桥这边才有 因此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 就已经陆续开放给民众来发号码牌了 不过在今天为了要特别增加这个筛检的量能 过去其实每天是限量300人的 不过今天加开到了400人 不过早上8点一发号码牌 不到20分钟的时间 今天的号码牌就已经全部发光了 会这么抢手的原因是因为在昨天 其实中和的这个确诊人数 是这个在昨天的本土 新北市里面最多的 因此就有很多民众是会跨区 来到这个板桥这边 希望能够来筛检看自己的症状如何 不过在昨天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消息 就是筛检站的筛杨率 台北市4.7% 而新北是降到了5% 不过对此这个数字 有没有这个正向的参考意义呢 陈中是说了 不一定说你筛出了阴性 就代表没染疫 因此在今天整个社区筛检的工作 都还在持续进行 而新北市也预计会来增加更多的筛检站 来提供这些疑似有珍重的民众 都能够来再见 主播 好谢谢这个是郡伟从新北带来的消息 今天可能也还是会有一些人 想要去筛检 不过刚刚郡伟连线 但我们看到今天的号码牌已经发完了 所以要请大家稍安勿躁 那么偏偏在这么一个紧张的灯口 也在新北市中和 传出有人不满里长广播提醒大家要戴口罩 居然到里办公室大闹 而且闹得还不止一次 记者吴欣燕 带我们看看这又是什么状况 好主播 又有民众是不戴口罩了 这是发生在新北市的中和 现在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名富人他没有戴口罩 这是在生活百货里头 不停跟原警理论完成无视防疫期间 可以说是他行为是非常的嚣张 那这一事件呢就发生在17号的早上8点多 发生在中和新南路二段上 53岁的郭信夫人到生活百货 购物被提醒到戴口罩 警方货报感到 户人依然拒绝配合甚至不断的咆哮 警方表示 郭信夫人其实早在前一天 因为听到里长广播 心里你要戴口罩 就已经到里办公室大闹 如果隔一天又没有戴口罩到 生活百货货物最终被警方带回 并依法喊警 新北市卫生局采取最高口罩 寄出了一万五千元的重罚 以上就是为您掌握的情况 好真的现在呢 请大家什么事情还是多配合一下 台北市家庭批发市场稍早 就是说今天要紧急停业一天 主要是台北续产公司传出 有员工疑似确诊 记者姜月曼带我们了解 台北出产公司 昨天下午传出有员工快筛阳性 因此紧急纳消毒 而随后台北出产公司内部也证实 这名员工平时住在桃园 从5月13号开始 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 到桃园的诊所就诊 经诊所快筛阳性 疑似确诊诊诊 但还是得要做PCR进一步的检测 市场里头空荡荡影片 根据了解 这名员工并不是第一线的屠宰人员 而北出昨天接获通报后 紧急大消毒之外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所管理的台北市家庭批发市场 今天也公告停业一天 市场上如果有需要的肉品 则会从中南部调配上来 以上是问找到的情形 好 真正就要小心 有医生是说呢 可能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好的 其实身上是有带病毒的 结果刚刚又是一个 不戴口罩咆哮的状况 在台北市的一个早餐店里头 而且说那个咆哮的客人啊 还对店员骂不雅的字句 临近记者李杰 带我们看当时情形 好 尊重 但你关心的是 台北市一间早餐店 来了一名黑衣男子 他排队点餐 但仔细看他的口罩 原本是拿在手上的 并没有搭在脸上 当场是被店员揪着 没想到他不高兴 竟然是标马三字鸡 店员当场就报案说 有个人没戴口罩 难得这回才把口罩 给挂在脸上 大声跑射 在现场大吵大闹 附近右探客人 全部都转过头来看 但又不敢太靠近 最发现在17号上午的8点多 一四在台北市松山区 健康路的一间早午餐店 现在疫情是非常时期 戴好口罩是保护自己 也保护身边的人 尤其到餐厅或是这样的早餐店 大家都是买吃的东西 卫生很重要 口罩记得戴好戴满 好 谢谢李杰 我们不断看到有人 不肯把口罩好好戴好 不过在这当中也持续传出 病毒好像就在身边 接下来看的是在台北火车站 每天几十万人次进出的这个地方 传出有外包清洁人员确诊 而台顶是说 目前所有的车站 所有列车都已经加强消毒 如果接获通知 他们会进一步的做所谓 深层消毒 常初在台铁的台北车站 有清洁外包公司的人员确诊 他曾经在5月13号去过万华 直到5月18号发现确诊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指出 这名外包清洁人员 5月13号曾去过万华 隔天还是正常上班 如期到车站进行清洁 15号同样有上班 但他早上10点自行到医院筛检 快晒后随即返家也被要求 结果出炉前 不得进到台北站上班 直到18号发现确诊 这个我不知道 你可能要去问那个站长 其他员工都很低调 连台铁也只以文字回应 表示所有车站列车 已加强消毒频率 如果接获通报 会加强该站 及列车全编组全面深层消毒 但陷于疫调 台铁不方便公布疫情 相关资讯 不过也没有否认消息 而四铁共购的台北车站 每天最高峰的人流 至少会有50万人次 但由于5月14号疫情爆发之后 初估变为20万人次 但影响层面还是很大 毕竟清洁人员 每一处都得仔细清洁 这点台电的板桥 台北南区也传出 营业处外包人员确诊 甚至整个楼层20人遭到隔离 还爆发3人确诊 酿成群聚事件 员工出面爆料内部状况 更说总处至今还是没分流 大家曝露在危险之中 针对员工的说法 台电回应 有关疫情的部分 一切有中央疫情 指挥中心统一来做公布 不方便做任何回应 不过也强调各营业处 都有落实戴口罩 量体温 食联制 以及消毒作业 对此指挥中心没有回应 但北部地区 确诊事物不断增加 再没有及时防毒起来 恐怕只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 传出灾情 TV北新闻 李明辉 谢丹词 特别报道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眼前是有一些事 即使不方便 也只能配合 例如说 现在即使确诊 也不一定马上能住院 台北区就传出 有这么一家 妈妈 阿姨 还有九岁女童 都确诊了 本来在家等着 后来妈妈先被送进医院 接着阿姨也被送医 这一下子 九岁小女孩 一个人被留在家 后来等议员 警察来援助的时候 这小女孩已经一个人 在家十个小时 大声对警察说谢谢 她是住在万华的小女童 平常和妈妈以及阿姨同住 但三人都确诊 妈妈五月十一筛检后 十五日就住进医院 而女童阿姨十八日一早发病 就被送到和平医院 留下女童一人 北市议员应小微 接到女童妈妈电话求助 表示小孩自己待在家 非常害怕 今天下午两点多的时候 我才接到的电话 然后只知道对方就是 呃就是很伤心 一直哭 那么后来是跟我说 希望我到家里头陪这个孩子 因为晚上他一个人会害怕 我给他妈妈的解释 就是说我尽量赶快来帮忙 那我后来就赶快求助 我们的万华分区 然后分区帐 就请这个华江派出所的所长 我们就这个也来不及 在等卫生局 来不及在等社会局 一见到陈晴就赶快通知 万华分局协助 分局长还自掏腰包 买麦当劳要去给女童 没想到汉派出所远警 前往住家时 竟然在外头巧遇女童 原来女童独自在家 实在太害怕 出门要找妈妈 她大概一个人在家多久 至少十几个小时以上啦 从早上七八点到 我找到孩子 已经五点多了吧 易小薇表示 女童独处十几个小时 妈妈连络她时 已经担心到语无伦次 所幸最后女童 在下午五点多 已经有警员协助送医安置 女童金魂季顺利落幕 易小薇也呼吁相关单位 要更加细心敏锐 别让类似情形再发生 TVB的新闻 李国阵李怡婷 台北采访报道 但现在还有很多家长在哀嚎 确实12岁以下不适合单独留在家 偏偏现在全台大停课 可是家长又要上班的话 这该怎么办呢 昨天晚上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开口了 他说希望中央解释清楚 18号中央政府宣布全台停课 许多家长措手不及 就怕要工作 小孩谁照顾 根据儿少法规定 不得使六岁以下儿童 或者需要特别看护的儿童 跟少年独处 但国小年纪在六到十二岁 独处在家到底有没有出法 根据儿少法又可以 又要规定这个家长 必须要不能独自留这个学生 来这个单独在家 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请中央解释 如果中央要全国一致实施的话 当然有法律上的一个 一个讨论的空间 台南市长黄伟哲小受访师 也希望中央能够做出解释 外边的父母大部分从事农的话 他也没办法跟土地请防疫照物假 在花莲有些家长从事务农 每天找出晚归忙农物 也无法请防疫假 教育部回应十二岁以下儿童独处 确实有疑虑 还要再跟主管机关研商 家长指出19号就开始停课 现在还在研商 动作实在太慢了 没有让家长有时间准备就停课 虽然能送去学校 但也不提供教学指导 也没有供应午餐 到底家长可以怎么应应 学校防疫措施怎么做 配套措施补个完整 就开始停课不停班 让家长在担心之余更满个累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好 刚刚说的是小学 而大专院校呢 眼前是警报连连 接着许云婷要带我们了解 刚刚宜兰大学传出什么样的状况 好 主播 画面上可以看到 学生宿舍里头走廊一片空荡荡 还有一个三角椎上写着 防疫期间外人止步 就是因为现在宜兰一间大学 疑似有一名在这间学校工作的 劳动部安心上工人员确诊 而且这位确诊者工作的地点 还是男生宿舍 让学生们人心惶惶 在社群上引发讨论 目前学校校长已经证实这件事 来听一段稍早访问 校长表示 男宿加上女宿共有500多人 现在宿舍都做门禁管制 留置住宿生在宿舍内 希望这一两天可以完成快晒工作 若快晒结果是阴性 就请家长带回 家长如果没办法接回 会安排游览车回到居住地 目前接触者匡列教职员 有大约12人 学生则因为有些人已经返乡 还在调查当中 也已经紧急请学生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通报1922 最好能进行快晒 比较安全 以上为您掌握消息 而淡江大学时有学生上课 到一半被撤出来 大家议论纷纷 现在校方证实了 确实有老师确诊 我们连信给记者江玉曼 好主播夜晚黑漆漆一片空无一人 这也是新北施淡水区的淡江大学 昨天下午传出有人确诊 紧急撤出校内所有人 进行大规模的消毒 根据了解淡江大学在5月15号 就开始让学生远居在家上课 只是教师人人得要进校 来操作远居教学 传出有一名接任教师 昨天在教室试讯受课时 课上那一半竟然收到通知 告知他确诊的消息 而校方在晚间也出名说明 说稍早确实有收到卫生局的通报 指出校内一名接任老师 日前曾经到万华地区活动过 经快晒后确诊 只是中央也规定 裁检后要避免出入公众场所 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来降低传染的风险 证明接任教师裁检后 还是照常的到校上课 是不是有违反防疫的相关规定 后续还得要进一步厘清 以上是问你讲到的情形 回头说到中小学的全台大庭课 中南部有些学校是第一次 采取远距教学 接下来记者罗一新 就要带我们看看台中现在的状况 好 主播呢 教育部呢 昨天才宣布呢 全台停课 不过呢 其实台中有很多的国小呢 是今天才开始第一天的 首日远距教学 可以看到呢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乌日国小 教室里面呢 可以看到呢 有老师还有小朋友 不过呢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老师的小孩 干脆带来上班呢 也顺便上课 而黑板上呢 已经变成是电视荧幕 就是要来呢 看一下这个远距教学的情形 准备呢 老师也准备好呢 要来跟学生上课了 而下一班呢 就可以看到了 里面空荡荡的 不过老师呢 已经坐在电脑前面呢 已经准备好了 戴好耳机呢 还有口罩 已经正在上课当中 不过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虽然只有老师一个人呢 在教室 不过呢 还是有保持这个窗户 都有打开呢 空气要流通 做好防疫 那我们也要来实际来看看哦 他们第一天的远距教学 情况如何 我们来到了五年一班 实际来看他们的上课情形 这个系统呢 网络会不会卡卡的呢 像是五年一班呢 现在正在上这个社会科 电脑电视上面呢 可以看到很多小朋友的脸呢 也正准备呢 正在上课当中 都在线上呢 目前第一天看起来呢 这个网络呢 还算是非常的稳定 没有这样子卡卡的状况 所以老师呢 现在在教学呢 也算是非常的稳定 不过我们也要来想想看哦 因为其实呢 昨天呢 双北呢 用这个库克云 其实这个网络系统 是有点卡卡的 而我们呢 在台中的这一套系统 似乎呢 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呢 这个校长 来了解一下说 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个系统呢 到底是什么样的系统 那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系统 是采用Google的Meet的一个系统 它是一个线上视讯会议的话 那我们看到 以这一班来说 现在目前总共线上包含老师 总共有25位 也就是说他在一般国小班级数来说 在30位以下小朋友 他其实是非常稳定的 不管是视讯方面 或是老师的声音语音 或是他播放的一个教材 都可以充分的清晰的来呈现 老师要上课的内容 像这一套系统跟双北 他们用的库克云是不是不太一样 他库克云算是私有云 因为他是台北市政府 他们自己建的 建在他们的机房 那以一个市政府建的机房 跟我们采用的Google的系统 他是一个公有云 那Google在台湾本身有机房 所以他的网路速度 还有伺服器的可靠度 绝对是相当稳定的 那他像他线上 同时间可以有多少的学生在线上 都可能网路还是非常的稳定 目前的话 我们教育版的话 他是可以一般100个人 在一个会议室里面都非常的稳定 所以其实他网速 其实不管是系统稳定度 或者是网路速度 都是非常的OK 对 是的 他在做线上的一个教学 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好谢谢校长 我们刚才可以听到 其实跟台中这边使用的系统 其实跟Google有关系的 所以比较不会那么卡 所以老师现在在上课 其实他一达25 现在目前网路速度 都还算是蛮OK的 不会有这样子断断续续 或者是有lag的情况发生 而老师现在就是直接对着笔电 只要这样子线上授课 直接这样子收音 学生他们也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 而不会有这样子断断续续的状况产生 而像今天在乌日国小 他们全校有700名的学生 就只有一位有到学校来上课 因为家长的关系 所以必须要来学校 所以其实大家大部分也都是采用 这样子的线上远距教学 而目前系统也是算是稳定 所以状况也都算是OK的 以上是现场最新情形 好 谢谢一新 听起来反而是我们的麦克风有杂音 那么孩子留在家里头上课 家长还是要上班 立法院今天也还要开会 现在防疫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联系给记者韦佳琪 好 直播各观就关在您关心 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双北现在已经提升到第三级警戒了 不少小朋友都在家里不上课了 但是呢 现在在立法院似乎还是要照常的上班 也要照常的开会 因为今天在立法院的委员会呢 还是决定要来照常举行 不过大家都很关心的是 那么都要跟防疫相关了 像是国防部的副部长 今天就来到立法院 大家就不免问他 传出现在国军弟兄 就连睡觉都要戴口罩 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国防部的副部长有最新回应 我要澄清的是我们国防部 陆军司令部 跟相关的一些作战区的主官 从来没有下令说 睡觉的时候要戴口罩 那第二个 其实我们在新训中心 每个人的他就寝或行动 甚至操课 都已经做了一些适当的防复 那有关有官兵反应 或者有委员 体育的质疑 我们会以医疗专业的人员 作为一个编组的一个核心 然后到各新型营区 去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 我们会做必要的指导跟调调 可以听到国防部的副部长 是强调自己绝对没有下令 要求国军睡觉戴口罩 但是得保持适当的距离 不过他也强调了 现在会派员到基层 去观察国军弟兄 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 到时间来立法院开会 大家都很好奇了 这么多部位首长都被应邀 来到这边来背询 那么像是文化部长 李永德会不会担心呢 尤其是他的太太 也是立法委员邱颖 对于防疫是非常关注的 那么今天他来到立法院 会不会紧张人这么多呢 一起来听听看 李永德怎么说 这个我想立法院的 我们行政部门 就接受立法院的监督 立法院规定 我们当然就是完全 那个遵照办理 那么我看这个立法院 也很重视防疫 所以也做了非常好的防疫措施 所以我想应该在 防疫措施做得很好情况之下 应该相对安全 可以听到呢 李永德是强调自己 是相信立法院的防疫 不过毕竟今天是文化部的 预算解冻案 所以他不得不到 不得不到的 当然还不只有部会首长们了 就像了立委 像是中南部的立委 今天早上呢 都还专程搭高铁北上来开会 其实不少立委都透露 他们的担忧 的确现在在防疫的特别期间 还要达成大众运输 也是多多少少有些担心 但是为了自己的职责 又不得不上来 也因此形成自己 这样子两难的局面 以上是相争 这一情形 先把时间交回给棚内主播 好 谢谢佳琪 这两难当中 只好忍耐着热高温 把自己包紧紧 那么这几天 大家另外忍耐一件事情 就是进入店面 必须要实联制 也只能花那些时间 努力的填写资料 不过说店家反应很快 现在各有各的应变机制 记者李明锐 为我们整理现在最新情况 没错 这几天大家应该做实联制 实联的很有感 就是你到哪边都必须要写一张单子 上面写你的资料 或是到超商外面扫描QR Code 你才有办法进去 像我们现在特别来到超商门口 四大超商目前呢 其实当然针对实联制的部分 他们知道说很多民众也觉得 要挤在外面这样子扫描 或是写资料实在很麻烦 而且有一大问题 像是一般超商外头 他们有些都会摆设一张桌子 他的个资表就放在这边 有些人就担心 万一我写的资料这样外流了怎么办 上面有我的姓名有我的电话 所以比方说像是全家 他们现在特别跟这个 他们自己的会员APP来结合 我们实际测试一次给大家看 其实目前可以方便很多 因为他们会直接结合 所谓他们的会员资料直接导入 好比说我们现在打开相机 来扫描他的条码之后呢 实际点进去来看看要多久 他这样子导入之后 他会问我要不要点开全家的APP 那我们同意 还蛮迅速的 这边再点一次 就输入我们的这个同行人数有多少 只要一同意之后 我就完成了十连制 所以相比大家 可能在那边扫描老半天 我进去之后 有的还要输入电号 姓名跟电话 实在是算方便很多 那至于他的近敌7 我们也来看一下 目前7有怎么进行 一样我们一样是打开他的APP 带大家来看一下 在这边 他们呢目前是在自家的这个OpenPoint会员里面 右下角仔细看 其实就有一个十连登记 我们点进来试试看 点进来之后呢 他同样跑一下时间 他会直接帮你连到所谓的十连登记表 那这边如果说 您就可以直接输入 他是哪一个门市 跟这个您的姓名 还有手机 这些如果说这几天输入到现在 有感的人都知道 你按下去资料就会自动带出 当然7他们表示因为现在整个系统 才刚开始进行调整 所以再来还不排除会启动 所谓的智慧定位 为了如果说您到了门市的门口 直接输入进去之后 他有可能会透过系统或是GPS 直接去输入 你人在哪边 还有带入你的会员资料 都算蛮方便的 但一样再搭搭来看一招 这样子只是针对两大超商而已 那如果去其他店家呢 还有一个是LINE上面 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这个业者 他们脑筋都很快 这个防疫冲冲冲 带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实际上点进来 他其实一开始 会先要您输入一些个人资料 比方说您的手机跟您的姓名 那哪些店家目前有配合 我们实际带大家看一次 这是刚好我们昨天的这个相关的记录 我们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昨天特别到的这个地方 其实他就会记录说 你去过哪里 他会直接帮你统计你28天里面的足迹 等于说你一扫描之后 他就会帮你带入资料 不打紧 他还会帮你记录下 你28天足迹去哪 所以倘若我们真的不幸的 有跟确诊者 或是您必须被列为居家隔离的对象 要去匡列你的足迹 要去确认你的行踪的时候 直接打开这些 都可以方便很多 那很多民众都担心说 万一我在外面写这个纸 或者是用这个笔 会不会有所谓的接触感染疑虑 当然不能排除有这个可能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比较谨慎一点点 那至于说 越来越多的商家都会结合 这样子的城市 还有他们自家的会员APP 来让您直接的实联制 可以方便很多 所以可以多多留意一下这部分 也许可以把资料 透露在外面 减少这样子的风险 以上为您掌握情形 我们也先把时间交换捧年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